每一次這個波動大浪來襲 都是川普的動作使然 川普要加稅 川普不加稅 川普延後加稅 川普說我們要簽協議 川普說那我又不簽協議了 川普說 川普說 常常大家開玩笑講說 好想加入川普投顧 歡迎收看大世界週末版 我是王志玉 今天我們要帶您來討論什麼話題呢 來看看美國總統川普 他靠著挑起了中美貿易大戰 他到底賺了多少錢 好像不能直接說 人家賺了多少黑錢 但是呢 現在這個問題也同樣的 在美國內部甚至參議員說 要好好調查一下 川普你當總統 雖然他說啊 他因為當總統 這個他失了好多賺錢的機會 但是呢 他可以從別的地方賺回來呀 我們要帶您看 從2018年3月份 川普對中國發起了貿易戰以來 金融市場呢就隨著貿易戰進展是起起伏伏的 市場有波動才有錢賺 而重點在於你要懂得如何乘風波浪 那麼再來喔 這個就是重點囉 每一次這個波動大浪來襲 都是川普的動作使然 川普要加稅 川普不加稅 川普延後加稅 川普說我們要簽協議 川普說那我又不簽協議了 川普說川普說川普說 過去一年裡大家都是川普說了什麼 我們來怎麼操作 所以呢 常常大家開玩笑 講說好想加入川普投顧喔 如果我可以加入川普投顧 我早就知道他接下來要說什麼 他推特要發什麼文章的話 那我早就賺翻了 我都退休了 過去我們只是玩笑話 但現在發現居然不只是玩笑 美國真的抓到了 我們要帶你們來看喔 那麼現在呢 大家說這個川普投顧 是不是正式掛牌 川普先生啊 如果你可以當一個分析師的話 那應該是史上最威的分析師了 好 我們要帶你們看 那貿易戰最新的進展是什麼呢 最近美股漲獲跌 你就知道進展囉 好 我們來看這則新聞喔 這個是最新的一個訊息 就是呢 這個中美貿易談判 現在看起來好像談得蠻有譜的 中美最快在十一月中 要簽貿易協議 這句話誰說的 可不是我說的 這是我們的川普老師說的 這個川普投顧老師說的 然後呢 他就講啦 他說如果啊 這個中國乖乖 然後買這個農產品的話 那美方就考慮啊 要撤銷中國匯率操縱國 這樣的一個黑名單 所以呢 現在看起來 我們的川普總統 好像又說話了 而且這回呢 是講比較樂觀的 一個方向來講 所以美股又硬身上揚 川普總統到底說了什麼 帶你快來看 美國總統川普 受談貿易戰談判 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取得進展 美中貿易談判樂觀情緒 連股市也受到激勢 美國總統川普更表示 可能在下個月 智力舉辦的APEX上 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簽署協議 在媒體前半白臉 但兩位財政軍師 可沒這麼樂觀 美中一邊談貿易協議 另一邊在WTO繼續角力 聲稱美方不遵守WTO的裁決制裁 北京打算以2012年歐巴馬政府時代 反補貼關稅一案 向美國尋求報復性的制裁 大約24億美元 另外華為創辦人任正非 也在日本共同社上抱怨美國 甚至拿被美國打壓的日本 來比喻中國現況 任正非說 誰也沒有想像得到 美國的打擊會有這麼厲害 但他也表示 美中之間不會脫鉤 任正非表示 如果中國經濟垮了 也會拖累到美國經濟 不過受到貿易戰的影響 日本出口已經連十黑 南韓更邁向十一黑 台灣9月出口年減4.6% 遠遠高於預期的0.8% 美中對決不休兵 全球跟著震盪 三菱新聞賴英宏報導 好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川普老師 那麼他隨著他口中所講出來 貿易戰的進展 然後呢 股市上上下下 聰明的我就上下做 對不對 如果早知道川普會說很樂觀 那我就趕快買多單 如果早知道川普他會說 我不跟你談了 我翻桌 那我就趕快買空單 那我不就是賺翻了嗎 所以呢 這麼聰明的事情 連我都想到了 怎麼可能沒有人想到 我們來看到美國 真的有人這樣做 所以現在川普總統要被調查了 我們要帶你來看看 這個是美國最新的一個 這個浮華這樣的一個月刊 然後浮華雜誌呢 他就寫了這樣一篇報導 我們來看這幾個英文字 順便學一下英文 There is definite hanky panky going on hanky panky是什麼 這是一個美國片語 意思就是這當中必定有詐 有詭計 有陰謀 有什麼見不得光的一個事情 叫hanky panky 下次有人這個要搞你的時候 你就說你這個hanky panky罵他 好無論如何啦 好我們看到這個月刊 他的標題這樣講 他說一定有鬼 其中必定有詐 他說什麼有詐 他說這個貿易利多公佈前 有人大買其指 川普現在被指控 涉及了內線交易 好了 我們就來講 那你說內線交易 很多見不得光 髒東西 髒東西 我們就要拿出川普馬桶刷了 真的是髒東西嗎 裡頭很多屎嗎 要他把它擦乾淨嗎 到底有什麼臘骰鬼的事情呢 我們就要來告訴大家 跟大家報告了 這個美國媒體發現了 他說在這個6月28號 有人在收盤前 買進了這個美國旗指的多單 買多少 42萬口 他說在收盤前半小時 買42萬口 42萬口是什麼概念 那是當日交易量的40% 一筆單居然佔了 當日交易量的40% 而且在快要收盤前 你就覺得哪來的信心 你一次下那麼多 萬一隔天跌了 你的多單真的就是完蛋了 你可能要輸到脫褲子了 結果呢 他有沒有輸 他沒輸 那個買家在當個週末 川普宣布 中美貿易談判 重回正軌 在推特PO文 然後哇 美股大漲了 他那42萬口 大賺18億美元 因為核心台幣是555億美元 如果我可以早知道的話 我去銀行貸款也要來買多單 所以你說這個買家聰不聰明 那你說難得伊斯拉可能蒙到的 蝦貓碰到10號子 但是沒有喔 9月10號又來了 又是在這個美股要收盤前10分鐘 又有人衝進去買了8萬多口的旗子多單 然後呢 幾個小時之後 川普就推特發文 他說啊 哎呀 要取消 中國部分的關稅 然後那8萬多口多單 咻一下子幾個小時 他又賺了將近兩億美元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就說了 那其中必定有鬼 我們剛學的片語對不對 Hanky Panky going on 一定有Hanky Panky 需要一個川普的一個馬桶刷 看能不能把這個亂七八糟 髒東西刷乾淨 好了 那現在就有人講了 那我也好想要加入川普頭褲 川普你可不可以開個頭褲當老師 讓我們大家可以加入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網路上 大家幫他合成喔 就是這個你看 美國總統川普喔 然後呢 你看 還在這多空總司令都可以喔 多的也可以 他只要講一個利多啊 馬上上去 講一個空的可以 講一個負面消息 呼嚕呼嚕又通通都下去 然後呢 還有人講說 欸不止川普 他說習大大可能也跟他 嗯稍微有一點勾結 我們來看這個 變加合成很好笑喔 你看他講說 欸兄弟 打電話給習近平 這禮拜道瓊 其結算欸 你多單下好了沒 然後呢 習近平說 沒問題 搞定了 然後你看下來 咚咚咚咚咚 發一個推特 發一個po文 然後 登登登登登 數錢囉 大賺 你看所以其實類似的狀況 大家都是覺得很開玩笑的 這都是開玩笑 但沒想到 真的有人這樣賺大錢欸 我們來看到 我們幫大家做整理喔 川普這個老師啊 他一句話影響股市喔 非常非常清楚 我們從幫大家拉出來 從貿易戰以來 我們來看這天大跌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川普他要這個計畫 調高對中國大陸的關稅 所以 嘣的一聲跌五百多點 然後呢 到了這個時候呢 你看他又講說 哎呀 這個我們敲定了 G20有川席會 嘣的一聲又漲兩百多點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 呼嚕嚕嚕跌下來 也是一樣喔 這個川普決定喔 呃在這個九月一號 要對中國要課 這個三千億的一個關稅 然後這個地方 蹦蹦蹦又漲上去 又因為他把這個關稅 又延期了 所以呢 其實現在川普的一個 推特的發文 已經變成一個 另類指標 所以呢 我們就帶你看 已經有人幫他算了喔 他這個推特 跟美股之間的聯動 你看有這種聯動 妙吧 好我們來看這個 彭博去幫他計算 他的推特的發文喔 到底呢 每一個字 他只要講到 關於tariffs 就是關稅的意思 他只要寫到tariffs 這個字到底會影響 美股多大的一個 這個市值變化喔 我們來看喔 這個推特突襲 全球股市 然後彭博去幫他 計算他每一個字的價值 然後算出來 你知道有多恐怖嗎 字很小在這裡 他說他每一個 這個tariffs的 算出來的一個字 價值是一百三十億美元 因為核心臺幣是四千億元 恐不恐怖 所以下一回 你再看到這個川普的推特 提到了關稅 你就知道 那個又是錢在跳動 甚至呢 大家已經快被他逼瘋了 你知道在華爾街 或者是在國內也是 中國大陸也是 很多的一些這個股票的一個分析師 他要分析一個股市的行情 他可能要從總金面對不對 每一個國家全世界 GDP的變化 接下來產業變化 可能是往上走往下走 然後綜合綜合 念了很多資料之後 寫了一篇研究報告 覺得接下來會往上還是往下 幹嘛那麼麻煩啊 你就看川普的推特就好啦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小摩 已經被這個川普逼瘋了喔 他已經讓他的研究員說算了 你不用研究了 看川普推特就好了 所以你看小摩創了一個這個指數 叫做Volvivy這樣的一個指數 要追蹤川普的推特 所以沒什麼好研究了啦 你就直接研究川普的推特 你研究他的心理狀態 你研究他有沒有瘋 你研究他最近的一個一言一行 到底有可能接下來怎麼走 這樣比較重要 所以小摩甚至創了一個這個 Volvivy的一個指數 來追蹤分析川普的行為 跟美國股市的一個變化喔 大家覺得很奇妙 那當然呢 看到了這個川普總統的推特 那現在大家已經開始要調查他 你到底有沒有內線交易 這個到底那個所謂的 交易那麼大筆喔 真的是一個有內線交易的人嗎 還是是川普你本人呢 有沒有可能你自己找了一個 什麼人頭來下單讓我賺大錢呢 就像我們剛剛卡通賣化 看到的一樣 跟習大大已經商量好了 然後我們來賺大錢 不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 川普總統現在 他已經變成了一個 放羊的孩子 因為他講的話 現在大家在股市上的反應 已經變得比較淡定了 一開始他說一個好消息 然後啵啵啵啵啵 股市一直漲 然後後來他講一個壞消息 哇一直跌 但是後來你就發現說 他今天講這樣 明天講那樣 後天又會講回來 那後天又講回去 所以算了別理他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喔 這個是也是一個 很有意思的統計喔 川普的一個推文已經頓化了 特別來看上陣指數 跟他的聯動喔 以前呢 上陣指數 因為是中美貿易戰嘛 所以跟中國正相關非常嚴重 川普的一個推文 直接影響美股跟陸股 但是呢 你看現在大家已經覺得 他就是一個瘋子 所以呢 他講的話呢 大家就是打折扣 反正他也是反反覆覆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了喔 這個本來都高度正相關 這個是盤中的政府 你看好長一條 就代表盤中政府 大漲大跌 但是呢 慢慢慢慢 你們看到那個趨勢 已經開始慢慢往下 大家對於已經頓化了 不太想理他了 隨便你吧 隨你怎麼講吧 所以呢 一開始你看他說 要對大陸提高關稅 哇 重挫重挫重挫 後來呢 見了習近平 哇 這是大漲大漲 這是政府啦喔 另外呢 我們看到這個威脅要再有新關稅 已經蠻淡定的 來理他喔 再來呢 公佈了新關稅 你看 也沒什麼政府 大家也不太想理他了 所以呢 我們看到了這個川普投顧喔 他在一開始 影響金融市場的波動 但是呢 慢慢慢慢的 大家已經知道 他本來就是一個說話反覆的人 所以他的影響好像已經沒有那麼大的嚴重性了 所以我們今天幫大家整理了喔 這個川普投顧現在開張營業喔 呃 那麼接下來呢 他還會在他的這個推特當中 PO出了什麼樣的一個影響金融市場行情的一些言語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那麼今天我們的節目呢 會在我們的這個頻道當中喔 叫做王志祺Plus 那希望大家可以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囉 那麼更多的一些相關資訊呢 我們就下週見囉 掰掰